台南市微貫大樓東側 記者李宗憲要告訴大家最新的搜救情況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我們先帶您聽聽現場指揮官最新的說明 好 從單架上你所看到的這三 這個人就是其中三人中的一人 這是才五歲的小女孩 救出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而家屬也在一旁指認 隨後就送上了救護車 送到了全大醫院 而事實上這個大樓的東側 目前這個消防人員是告訴我們說 他們實際的來了解是沒有了 已經都沒有了生命跡象 而稍後會靠怪手來慢慢的剝開這碗 用這個生命探測儀來確認 是不是在深一點的地方有生命跡象 如果會毀損這個組結構的話 就不會再繼續挖下去了 不過到底怪手會何時來開始 來開始來進行這個挖掘的工作 目前是沒有時間表了 好 等稍後來開這個協調會才可以確定 而稍早也有家屬因為等不及了 還對消防員來大發脾氣 可見長時間的等待 對於這些家屬來說是已經心力焦脆 不過這搜救隊要家屬放心 他們一定不會放棄任何找到生還者的機會 那以下目前現場搜救的最新狀況 會不會日常時來生也會希望